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下10度 不过睡的还是很舒服的 我这个帐篷里面温度可能还有个十几度的样子 所以早上起来呢 帐篷的这个内壁上面全是水 然后我的睡袋这个表面也是湿的 全是水 这瓶水还没有完全冻出来 铁皮房子比外面还是要暖和一点的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 准备起床了 早上煮点馄饨吃一下 放点虾米 来点紫菜 来点紫菜 哇 这冰层冻的好厚啊 哇 这冰层冻的好厚啊 昨晚呢 是住这牌铁皮房子里面 后面是一座巨大的铁矿山 这里是本溪的歪头山矿区吧 反正离本溪是市区不远了 现在呢 把装备装车就准备继续出发 我的装备呢还是挺多的 冬季了不多带点不行 每天打包装车都需要不少时间 整整齐齐的 不过我自己这衣服上面全是灰尘 现在天气比较冷啊 水都结冰了 没法洗 就这样吧 我现在来到了应该是本溪市区吧 发现了一个五星基因地啊 应该是个体育馆还是什么 剧院还是体育馆 看这个样子呢也是荒废了 可以进去啊 哇 内部空间好大 这地方可以住啊 流浪汉的天堂 这么大 哈喽 有人吗 别有洞天啊 这是没有建好呢 还是废弃呢 看这个样子好像是还没建好 因为这个墙变得还没刷 不过停工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在清派的地方 清派的地方 都冻结了 外面的还有脚手架 这是没有完工 不过看样子停工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这暗淡的阳光 加上旁边这些枯黄的树 这个地方给人一种很萧条的感觉 刚才我以为我到本溪市了 原来呢那里是本溪的新区 离本溪市还有二三十公里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黑了 发现了一只很特别的小狗 别咬我 别咬我 看起来像小猫 它的尾巴很特别 小猫的 好活泼 辽宁省啊 它的中部还有西北部是平原 辽和平原 然后东部东南 靠近朝鲜 是山区 所以这边呢也是有一些山的 不过山都不高 下午四点钟 骑行来到了辽宁省的本溪市 天已经黑的差不多了 本溪呢是一座依赖钢铁工业的城市 所以这边的空气质量会稍微差一些 对面的山上有一座城堡式的建筑 东北这边有一些建筑的风格呢 它会受到俄罗斯的影响 就是东正教的那种风格 我现在先去找个超市买点水买点菜 然后再去找今晚的营店 这样能烧柴火的 我感觉今天大概率又是睡桥底了 华联超市 这地方应该有菜买 我还得买个菜刀 没菜刀的 干丝球好像我有 得买个洗洁精 鸡蛋15个24.9 现在天气太冷了 买不了鸡蛋 鸡蛋会冻碎 当时被里面状起来 小鸡蛋1 书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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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敢买这种肥牛卷了 据说的都是鸭肉 今晚要不还是煮个火锅吃得了 哇它这个真方便直接打包好了 哇大草莓 我的天哪46块钱一斤 太贵了 买了三四天的吃的喝的 花了80多块钱 还买了把菜刀 现在得赶紧到我的自行车边上去 我的车都没锁了 我一般到哪的就是随便停在路边 东北这边冬天 白天日照时间太短了 现在还没到五点钟了 黑完了 我的东西都还在 今晚的营地找到了 河边有一个开放式的小公园 我打算在这里录影 不过现在呢 我还没找到 从什么地方把自行车弄下来 楼梯这里太陡了 还好我的油压碟杀比较暴力 这么陡的破坏杀得住 城市里面灯火通明啊 现在快六点钟了 很多家庭应该在准备晚餐了 这条河呢是本系的太子河 我现在找个角落 把帐门给搭起来 我现在在我身边 把帐门给了 我现在是这样的 我现在有点颜色 我现在想要看 不错的 我现在就去我 我现在找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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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要放 我现在找个角落 帐篷搭好了 不过河边的风稍微有点大 河流城市里面的灯火 让我突然想起一首歌 弯弯的月亮 皮柴都花了 半个小时 我现在把我的帐篷炉给阻断起来 现在准备把炉子升起来 然后一会儿煮火锅吃 把这个木头啊 批出两个岔出来 然后卡两盘卫生纸在这个上头 然后再倒上一点食用油 像这个油啊 已经全部冻住了 冻成膏状了 这个不知道点火 还能不能点得着 小炉子升起来以后 帐篷里面马上就变得很温暖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它使用的场景限制比较多 然后也比较的废木头 今天买了一个这种不锈钢的盆 这个东西和我的炉子 正好能够搭配 正好能够搭配 这个那种不锈钢根 炉子 我们就在纷钢里放 fera 这种不锈钢 然后去 第一 这种不锈钢 冰已经融化了 现在呢准备煮火锅 然后我尴尬的发现 我买了很多火锅的材料 但是忘了买火锅料了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泡面糖料来煮吧 也差不多 倒点老干妈的辣椒油在里面 让它颜色好看一点 加入各种火锅丸子 胡萝卜 现在帐篷外面是零下十度 现在帐篷里面的温度是24度 内外温差34度 所以就非常舒服 一点也不冷 差不多可以边煮边吃了 放两片菜叶子在上 刚才就洗了下菜 然后 这个菜叶子结冰了 然后再加点这个肉卷 这个不知道是羊肉还是猪肉 当然了 也有很大的可能是老鸭肉 因为现在东北气温都是零下 所以呢我一次多买了一些 反正吃不完它也不会坏 然后今天呢也不煮饭 一会儿把那个泡面直接放在里头一起煮 就懒得再煮饭了 然后这个肉卷呢 它不是牛肉也不是羊肉 是猪肉 猪肉的话吃起来反而放心一些 因为很多什么牛肉卷羊肉卷 都是假的 你不做的 不做的 我先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